一头活泼夸张的抑郁黑人变,一身色彩张扬的原创潮流服饰,29岁的武汉女孩江一身上散发着当下年轻人与众不同,个性张扬的生活态度。 江一是武汉一名为数不多的非洲脏变师,5月10日记者见到她时,她正在给一名顾客做地龙变。 江一告诉记者,2007年时自己还是一名职业嘻哈舞者,在接触嘻哈文化的过程中,被非洲脏变独具一格的造型所吸引,有此萌生学习编赃变的想法。 我给他们做,每个人做完这个发型以后,有一个很大的变化,然后每个人做出来都是属于自己的感觉,有一种这种成就感在里面,所以意识到现在。 十几年前,非洲脏变在中国还属于小众文化,为了使自己的脏变手艺更贴近非洲本土发型,江一特地去大学里请教黑人留学生,向他们询问如何编制真正地道的脏变。 江一发现,与亚洲人软而直的发质不同,黑人的头发卷曲浓密,要编出适合亚洲人的脏变,必须从传统编法上做出改良。 编一头脏变少则两小时,长则十小时,她不断摸索,试验。 脏变这个发型是要用勾针去勾,然后就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勾针,就去找各式各样的,刚开始找的那种勾针,就真的是勾衣服的勾针。 然后就自己乱弄,乱研究,在这个过程中经常把勾针,把自己的手都,食指都扎破了。 但是还是要坚持,因为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研究出来。 经过多年磨练,如今江一不仅能熟练地编脏变,还能做出扭伯变,非洲变,地拢变等多种适合亚洲人的黑人变。 如今,曾经小众的非洲脏变街头文化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纳、喜爱。 江一说,以前找自己做脏变的大多来自嘻哈圈,现在不仅有大学生、教师,偶尔还会有中老年人。 问我,问的资金最多的,首先就是辫子伤不伤头发,其实它是不伤头发的,因为它不是烫头发,也不是染头发。 其次就是洗不洗头,能不能洗头,洗头会不会散,这些问题。 其实它是可以洗头的,正常的洗头,就是你怎么洗,我怎么洗。 只是我边着辫子洗头发,你们是没有辫子的洗头发,这个就是区别。 相依介绍,脏变发型的雏形出现在非洲,传播于雷鬼音乐,在近现代作为一种文化而扩散延伸。 脏变因其造型独特,被许多爱好者称为自由之变,代表着热情狂野的精神和无拘无束,随心所行的生活态度。 愿意去推这个文化,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这个东西,并不是我们是一群没什么想法,然后愤世忌俗的年轻人,而是我们都是有梦想,有想法的人,也想让别人,更多人了解我们,更多人知道我们喜欢的一些东西是什么。 在江一看来,当初想要传播脏变文化的初衷就是勇敢做自己。 这种文化是包容的,他希望每个人都能追寻年轻自信的生活态度,实现自己的梦想。